所以我愚人之心也在 这个愚人就是天真纯婆浪漫 过去我们不是常开一个玩笑吗 说用那个钞票诱小孩子 那个小孩子他会选那个一块钱两块钱 不选那个十块五十块 人家说这个小孩子很笨 之后一问小孩子是放长线钓大鱼 如果我每一次选五十块 别人就不会拿钱来诱惑我 那么我就连那个三块五块的机会都拿不到 像这样子一个灵巧的小孩 在社会上毕竟是不常见的 多半的小孩是天真浪漫的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过去我们参加喜庆的时候 以前物资很欠缺 那包了一个红包西家带卷和府光临 然后这个大人就坐在洗桌上面 就等着人家的那个宴席来 各就各位我们要大饱口福 让自己的付出得到双倍的一个代价 然后你看那个小孩子可乐汽水一杯一杯的灌 灌到菜上来的时候他已经饱了 那个父母就急了 一直喝这些都没有价值的东西 那个贵的东西你都不吃了 我们大人就是这样子 我们在在处处为了异己的利益在思量 很多地方我们都不愿意让别人占到便宜 虽然我们常会说吃亏就是占便宜 但是往往我们不肯做那个吃亏的人 我们去引导别人这个观念 所以真正在学到的人 他能够常常保持那个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就是他只是很单纯的看待他的生活 他不会去追逐那些深色的一个享乐 所以顿顿兮众人招招裸毒昏昏了 顿顿就是形容那个愚人之心 像孩子一样他的那种无知那种可爱 然后别人呢 别人就看起来一副昭昭 昭昭就是很精明很干练的样子 什么东西知诸必较啊 容得别人占到他半分的便宜啊 所以我读昏昏昏昏是什么 昏昏跟闷闷都表示显现这个学到的人 他内心的那个单纯 那个所谓的淳朴的感觉啊 所以众人茶茶茶茶跟昭昭的意思一样 都是很精于算计 会精于算计就代表他很会分别厉害的关系 那所有的分别只基于哪个角度站在自己的角度 站在自己的角度站在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判断 如果我们能够站在大众的角度去思维那才是真正的为自己在打算 那才是谋意己最大的一个福报 可是往往我们的智慧不够 我们看的不够远 我们想的不够深入 所以我们都以眼前的德语师来认定自己是占了上风 还是吃了大亏了 所以学到人他要放远 他的眼界看得比别人更为遥远 他不去执着在眼前的这种所谓的小师 这种小力 他不着眼在这里 所以我们想要让自己谋得这一生最大的一个福利 那就是必须要去学习圣人的一个处事的方法 圣人处事呼吸其若海飘息若无所指 我要提醒大家 这一句话 他通常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如果是这样子来解的话 他是代表前面说的众人茶茶 众人糟糟 这个世间的人太会运用自己的聪明 然后去做种种的分别判断 以一己之力作为取舍的关键 最往往妄动不为 贪得无厌 那这颗心就像大海里面的海水不断的漂浮 静怎么来 他的心就被静所迁了 永远没有一个依归的地方 如果以这样来讲 这句话 他就是配合众人的 那个所谓的招招茶茶来解 那如果有的版本是说 但兮其若海 辽兮若无止呢 这个但就是平静的意思 那圣人 他们所谓的闷闷 昏昏 一副淳朴无知 以道为主的那种生活的态度 所以他知足常乐 他的内心永远保持一个甜淡的感觉 他对外物没有任何的一个留意啊 因为他不贪 所以阳兮若无止 他的心态就永远像那个风一样 像风什么 自由的往来往去 因为不被外物所牵所戏嘛 各位前嫌如果我们贪毒外物呢 那颗心就整个记在那个地方 我举个例子 我们道庆很慈悲 现在因为是秋季 脚白笋盛产 那我们前嫌在三峡金山那里 那么就看到有一些新鲜的脚白笋 所以就带来佛堂 希望帮大家节省那个 所谓的购买的时间 待会下课再去买 一包一百块 然后上课你们不要去想 你看我们前嫌一进门 他就停留在那个位置上面 也无可厚非啦 因为好奇 这个佛堂里面怎么突然之间 变成一片脚白笋田 这种好奇心也是无所谓 这是代表我们的心 很容易因为外境的微微的变化 那个心就被那个静给牵住了 讲脚白笋牵住我们的心 那只是跟大家开个玩笑 还不至于 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自己 我们这一天当中 那个心往外奔放的时间 次数有多么的频繁 我们有仔细透过内观 发现到这么一个情形吗 那个只要心往外放 它都叫做妄动 它这个妄动的时候就失掉了心 它本体里面原来就具足 丝毫不缺的田径的那种感觉 所以人要往内心去迈进 你就会觉得你的四肢百害 它有无穷的经历 为什么 因为精气神不外散 你心长止于一啊 这就能三花俱顶 武器朝圆 到家讲的修炼功夫 无非就是教我们要收心 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心 长清长进 你最简单对于自我的要求就是 外面的东西 你要的不多了 而之所以能够要的不多 是因为不断的透过意理的熏悉 我明白了事实的真相 我看过之后 我就能放下 所以一个人只要在佛堂里面 不断的出入 即便他没有要刻意改变他自己 随着学习的时间越来越久 他那个自我进化的能力 会油然而生的 只是有些人他比较精进 那么他改变的速度会比较快 有一些人积息已重了 虽然改变比较慢 但是只要不断的透过意理的一个洗涤 他还是能够得到最后那个美好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一段经文有两个意思 而你在解的时候 要注意到前后文的一个对应 所以众人皆有矣 而我读完且比 这个矣就是能的意思 世所上的人都喜欢逞强 逗狠 都觉得自己很厉害 都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因为觉得自己厉害 无所不能 所以才敢去胡作妄为 诚意己之思马 而我读完且比 这个我就代表所有学到的人 而学到的人呢 玩且比 玩就是愚钝啊 比就是粗陋啦 好像曾喀朗啊 没有看过这个花花世界的一个热闹 所以浑然不知道热闹为何物啊 我们长期如果离开社会上的那些的虚花贾景 久而久之有很多东西不入我们心 不入我们眼 我们会觉得好像跟这个社会有那么一点点脱节了 那脱节没有不好 因为你只有脱离了物质的一个繁华 甘于手亲近的一个内在 我们的本体才能够随缘起大用 脱节不是我们刻意要跟别人保持一个距离 而是我们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因为我们的志向不一样 我们的四肢反派所取用的东西不一样 在别人看起来他格格不入了 他就自然而然不太乐意与我们为伍 你看我们常常在道场熏悉 我们知道言多必失 所以慢慢的就不太喜欢跟一般人在一起 哈拉一些无意义的事情 我自己早期的时候 很喜欢别人讲话我就停在那个地方 然后听两句话大家都熟悉 嘴巴就开始跟人家一起在里面寒暄了 然后话说多以后 往往就会带着一心的懊恼回到家里面 刚开始学到这个习惯还改不了哦 从家庭 从邻里 然后到亲朋 然后到道场 你以为道场人讲话都是清净无染的吗 道场里面三句不离本行 说是非的也大有人在呀 所以往往一不留神就掉到那个陷阱而不自觉 然后跟着别人高低起呼不平 回到家里面一思维 没有一句话何于圣人的一个教导 极度的一个傲能 可是下一次的进阶风再来呢 依然重蹈覆测 表示自我做主的能力不够 经过十年二十年的讯息 现在不太愿意讲话 为什么 也不是刻意想要闭上嘴巴 发现能够透过嘴巴讲的东西真的不多了 平常跟各位前嫌分享圣人的毅力 次数已经很频繁 偶尔见面还要跟你们说这些 怕你们也不耐烦 可是离开这些 肚子里好像就没东西可以说了 你会惊觉 这些都是在学道的过程里面 不知不觉 它渐渐产生了一个进化 所以我才回想起 当年刚进道场学道的时候 那些前辈者 真正的资深有德的前嫌们 他看到人在聚会的时候 他通常是保持距离以次安全 他从你旁边过 只要你不叫唤他 他从来不停下来 这位各位前嫌 这个叫做明哲保身之道 如果我们管不住那张嘴巴 总是说出 不是自己喜欢说的话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别人没有找我们 你不要主动去参与聚会 这就能够确保自己安然无恙 一旦习惯成自然的时候 是非就离我们而去了 所以读完且笔 这是形容他自己本身 对外面的东西好奇心不大 只是随胜着他的自信 该怎么做的时候 他拿捏的分寸刚刚好 因为义务外面的虚花甲井 不去在我们的心地里面落地生根 所以里面干净无染 自信二六十中常能做主 自信一代做主 自信无我 由自信所带来的言行举动 他就不会做出违背信德的事情 说完了做完了放下了 安然自在的继续走自己的路 所以玩且笔是形容内在的一个所谓的安养 所以我独异于一人而贵始母 最后老子就做了一个总结 所以修道的人跟一般的人最大的不同点 贵始母 母就是代表道 道能生天地万物 为万物的一个本源 所以称他为母 因为母代表能生嘛 那贵就是看重 所以学到人把道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像道德经后面都还有题嘛 你给我再多的所谓的身外的稀奇的珍宝 我都不要 不如坐进此道 我们有把道看得如此重要吗 我们如果真的把道看得如此重要的时候 而我们的脾气毛病 必然就会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它会慢慢的淡化 而你首要的目标就是 以道为重的人 他名利就不会看得那么的重要 他不会摆在生活的第一个层面 所以这个叫做贵始母 所以最后跟各位前嫌 把这个贵始母提到我们的身上 我们去做一个省思 道为母 万物为子 因为道为万物的本源 所以这句话没有任何的一个疑惑的地方 在我们没有学到以前 或者今天我们已经正式走入修行的一个过程 也花费了很多时间 可是是不是在很多的时候 你我都处在跟世俗人没有差异的情况之下 那就是背道诸物 良心不做主 所以我们常常感谢天文师德 但是天文师德这四个字 有刻骨铭心的放在我们最深处吗 我们有没有弃母而求食于子的情况一个发生 老子教我们修道是贵始母的 以道为重 但凡把身外之物看得比自己的修道还重要 那个就叫做求食于子 如果我们不能够提升自己对于道的一个凝聚力 那我们在修行的路上 要求心性的大幅的增长 它的速度是很慢的 所以前面有提到叫做绝学无忧 世俗的东西其实你不要学很多 你看我们的那个梁淑彤是吗 李淑彤 李淑彤是律学的一个所谓的相当严谨的出家众 他在我们中国近代史上 不论是他的所谓的音乐的一个造诣 精实 绘画 这些都不是一般人可以凌驾他之上的 可是当他一旦决定要出家为僧的时候 他把所有这些 让他名利可以兼有的东西 他完全都放下 只留下的书法 因为书法可以抄经 可以写一些座右鸣 跟外面的人去结缘 其他东西他全部不要 最年轻的人 他来日方长 他还可以去多许一些 跟道无关的记忆之类 可是如果我们年纪很大 譬如我们已经近60岁 我就建议你 那些东西你不要再学 因为人一天只有24小时 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那个上面 你就没有多余的时间 去精进自己的道学 而学海无洋 跟道有关的东西 要学的地方太多了 将来有机会跟各位前嫌 去分享大圣起信论 他里面就强调 人要往里面内观 而我们对于意理的 明白的剔透与否 就攸关 我们在照见自己的 五蕴身心世界的时候 我们到底能够照到 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你看等觉菩萨照破一品 身相无名 人成佛了 登地菩萨照五蕴 五蕴不是五蕴 然后人家就可以什么 成就法身大事 阿罗汉只有照破 见思二祸 所以成就小果 我凡夫啥也照不破 所以就是在这个人世间 六道轮转 而能让我们照破的 什么东西是你照破的工具 你对道理的一个剔透度 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我们不要羡慕 圣人的一个成就 精神不朽 万古流芳 而是要仿制圣人 他在人世间做人 他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他的精神 他学到的一个态度跟方法 都是我们这一生 我们要去如法炮制的 只要我们肯学 只要我们肯做 成功绝对不会只降在圣人的身上 眼前你我为凡夫俗指 他日 我们讲了吗 居高灵相 也未必是不可能的事情 谢谢大家